第三場四班1400米 這場賽事,個人認為這場賽事蠻好看的 因為這場賽事有幾隻馬的狀態 枉跡比較突出 例如快利 珍珠鳳凰 珍珠鳳凰 珍珍珍珍珠鳳凰 還有一隻自由奔放 上次跑得不差 同歡樂這些惡馬 這些馬都好 這場賽事,其實千四來講 我覺得可以選擇一些準成的馬 例如這隻繁紛盡棋 因為繁紛盡棋 看這隻馬貴初 其實跑千四對著請跟我來 大榮來 其實是贏的 贏了後面七寶馬到成功 小事 但上一場五六零那場 他追得比較多 蕭瀟王至起佳龍那場 雖然起佳龍再出 證明賽事水準不是很高 但這隻繁紛盡棋 你看看沿途外跌 蕭瀟王至起佳龍 蕭瀟王至起佳龍 你看到現在起佳龍 還會亡空 你看到繁紛盡棋 繁紛盡棋 在這裏衝 即是 南海策略那些全部贏了 衝得不錯 所以這場呢 我自己覺得 WINPAY 就要選擇 腳方面比較闊 春鋒得意這隻 上一次最好多 何良這隻馬 被潘頓跑 我自己覺得 這隻馬 都不容忽視 這隻馬 其實 走光 簡單來說 看看會不會 這隻腳 可以殺你